歡迎回到夢想街57號 鄭先生 陳先生 聽說你們下了南寧的機場以後 發生了一件很扯的事情是不是 就台胞證跟機票都被拿走 那把你台胞證收走這件事情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會啊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我出差 我們公司近年跟我講說 就是台胞證一定要帶在身上 因為他比護照還重要 然後他收去的時候我說 我要拿我的台胞證 他說他們統一管理 怕我們會丟不見 然後我說我是隨身攜帶 不可能會丟不見 所以就麻煩 就一直請他還給我這樣子 然後我們好像是要了 跟他要了第三天還是第四天 他才還還給我們 因為原則上他是不給我們看 然後那時候我們連會 第二天第三天你為什麼會想要 把台胞證給要回來 沒有 因為第一天還是第二天 我們都是 就一直帶我們去逛街 就是看一些 就跟剛剛那個 陳小姐講的行程是一樣的 就一直就是看一些什麼大樓 然後一些什麼萬象廣場 或是 反正就是帶我們去玩就對了 對 然後我想說 台胞證帶著如果遇到公安 或是什麼 他們要檢查身分 或是會比較簡單 然後那時候是跟他們要求說 我要自己拿這個台胞證 然後他是騙我說 因為他不知道我去過大陸 對 然後他是跟我講說 那個 如果拿給我 我不見的話 以後會沒辦法回台灣 然後我想說不可能 因為我之前有來過 大概我都沒有聽過這種情形 然後是到回 就是晚上回房間之後吧 就是第二天有開始在聽他們 在講說好像類似一些投資的事情 然後我想說 奇怪投資怎麼跟我聽到的不一樣 就我朋友跟我講 你本來是鍋燒意麵 對… 結果呢 結果變成怎麼投資 一碗鍋燒意麵變成六萬九千八 對… 貴喔 對 就變成這樣子 然後想說 就有點不一樣 因為就 帶我們就是刺青師傅 就是上面還有另外兩位 來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這個關係圖 刺青師傅是帶他們過去 刺青師傅其實是一代四喔 你們這團裡面總共有四個人喔 對… 所以你們兩個 陳先生跟鄭先生 另外還帶了刺青師傅的老婆 還有帶了刺青師傅的弟弟 你看 整個花子 整個花子都把一刀帶過去 好 那這個刺青師傅帶了這四個人 帶了四個人 你們後來入住在哪裡 我們剛開始住在怡景院 然後他說繳六萬九千八以後呢 一聽到六萬九千八的時候 你們就當場發飆 發飆是還我想說奇怪怎麼 好好的投資會變成老鼠會 對 一聽就知道是老鼠會 一聽就知道是老鼠會了 因為台灣也有滿多這種模式 只是說我們台灣要買東西而已 對 陳先生 你當時聽得到呢 女儀她那時候也是跟我講 我想要投資店面那個 鍋燒一面那些啦 可是我聽到那些後 就是沒有實體的東西 就不會去想投資啊 你也覺得那是老鼠會 然後你那時候是 這四個裡面的話 第一個發現它是老鼠會的喔 也算啦 你有沒有彼此 你們之間有沒有交流 譬如說你有沒有跟那個陳先生講說 因為我們兩個... 跟他弟我們三個同一間嘛 基本上他們上完課我們回房間 我就馬上跟他們討論 對 聽說你那時候還求證是不是 有 因為那時候 我們就開通網路一直查了 對啊 然後他弟... 就是他弟弟進房間之後 我有問他弟弟講說 你有要加入嗎 他弟說為什麼不加入 這個很好賺啊 然後我們就馬上 用那個藍寧詐騙的 那一些網誌或是什麼 馬上給他弟弟看啊 對啊 那他弟怎麼說 他弟說 他弟剛開始老先生說什麼 什麼... 網路這個是騙人的 他根本這個負面消炎 所以他弟弟... 所以他弟弟應該也知道啦 他弟弟搞不好也是加進去啦 他弟弟到最後有加 可是他沒付錢 他弟弟有加 對 然後刺青的老婆呢 沒加 因為他們吵架吵了好幾晚 因為他老婆... 像他們這樣嗎 在房間裡面玩家 你有聽到嗎 他們是怎麼玩 他們是這種隔壁間 然後是有聽到有稍微吵 然後是他老婆會跑來我們這邊 跟我們聊天 然後他老婆就跟我說 我有叫他不要加了 然後昨天一直跟我吵架 對 就一直聽他們 就是... 他們就是每次上完課 然後晚上回房間 就是一直在吵架就對了 就是叫他老公不要加 然後他老公還是質疑一定要加 對 那個老總在這樣子的過程當中 其實都看在眼裡 像那個陳小姐講的 你們的狀況 他其實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他們會覺得說 你應該會是那個所謂的 煽動的人 對 煽動的人 會讓他們生意做不成的人 可是他們後來使出了一個方式 是不是 哭... 哭的方式 什麼哭啊 他就帶我們去上課 然後就... 講說他之前在... 類似在那個淡水那邊做什麼 類似股... 類似股物批發嘛 然後家裡又遇到什麼經濟困難 類似什麼弟弟得害症 還是家人得什麼病 然後他好幾次就是有想要自殺 或是怎樣 然後就聽到朋友說 帶到藍寧這邊說 那他賺錢 賺更多一點錢 來解決家裡的困境 然後就一直講 講到... 講到他自己在哭 Kiko 你們還是堅持說 沒有 因為其實旁邊有好幾個 也是跟著在哭 因為那一堂課不知道 不就是整堂的人都在哭 大概幾個 旁邊那些全部都老總是不是 應該... 也是有新人 新人很多 新人也跟著哭 然後情侶也跟著在哭 然後我們看的結果是 我是跟他講說 這個有什麼好哭的 你偷偷的講是不是 因為他一直會注意我們的談話 對 他會一直盯著 他會一直盯著我們看 聽說你們那時候 是鄭先生還是陳先生 有偷偷拍照是不是 你說這個 這個是在現場的時候 偷偷拍的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過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一張 當時所拍的一個照片 這個應該是遊說你們 要加入的一個過程當中 但是這一個剛開始強硬的態度 用話術希望能夠吸引這兩位 鄭先生以及陳先生要加入 但是沒有想到你們兩個堅決的不加入 但是他們用了另外一個方式 這個方式其實是用溫情的一個公式 這個溫情的公式的話 後來還是沒有辦法讓兩位先生加入 為什麼 休息一下廣告過後馬上告訴你 zeich好 謝謝 謝謝